大家好, 来到星期五 亦是一场英超波推介给大家 主场李斯特成 对作客的柳卡素 这场波 主队很明显是让客队半一盘 其实盘楼相当公道 反而入球大势来说 有些没有倾向性 中位数2.5球也算是平水 即是我们也要参考一下 马会会出什么盘楼 先说近职来说 确实李斯特成是比较佔优 而事实上 近季无论在英超对赛来说 事实上 李斯特成的成绩 相对来说 稍微称先 即是赢你的事数比较多 输给你也会有 所以大家可以说是互有胜负 但毕竟来说 李斯特成就赢面是确实高很多 今场波是否正正就是这样推介呢 没错 今场波也是推介李斯特成 就是说这个上盘的 我认为让半一盘口 也是有说服力 看回本身这阵波来说 其实他最近的战绩 也真的有说服力 作客的也是赢得到榜尾 即是说 说得难听些 也不会有卖分 打1比4出来 事实上来说 主场也赢得比较上下游的 班尼茅夫 再说 对下游球队 其实也没有留守 也赢得富咸 说屈福特的 排名差不多 所以作客来说 输给亦无可说 看回他最近之前 确实 对白利顿都一样赢得 输给强队很正常 不够万联打 不够二次打 都尚算合理 也曾经赛和李斯特城 所以来说 难怪排名 和狼队都比较接近 这阵波 去到季尾来说 确实是越健越勇 近况来说 都算相当出色 说的是柳卡素 其实来说 早前也打几场好球 最记得就是 他曾经 对着狼队 打和狼队之后 回到联赛 当然 赢得赢得榜尾 也是连赢了几场球 赢得搬离 赢得搬离 作客来说 输给韦斯咸 回到主场 也可以赢得爱华顿 可以说 其实都得了几多分 所以严格来说 互级压力来说 算是没有 作客输给阿仙奴 也合情合理 不过上场球 竟然输给水晶宫 有些比较失色 看回 今场球 竹志彩来说 这两对盘口又怎样呢 其实来说 跟外面都比较一致 确实都是让半一盘 还稍微低碎 入球大小 亦都和外面分别不大 没有什么倾向性 亦都开三格出来 今场球毫无疑问 我也是会支持主队 让球上盘 让半一盘1.87倍 选择这个彩池 最主要来说 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 在英超 确实 第七位的李斯特成 现在和狼队同分 其实严格来说 他们也算是有争 前六球队 说的是欧冠席位 有四个 欧霸 所谓欧霸杯 也有两个 但是很大机会 就是说 曼城 有机会是欧联冠军 你说 欧霸的 有机会是车老师 或者是阿仙奴 拿到 无疑真的会多到席位 如果多到席位 其实就看哪个分数高 我觉得来说 在现阶段 还有几场赛事 还有五六轮赛事 我觉得 对于李斯特成来说 都可以说 战意一定有 因为毕竟来说 他确实有这个资格 可以说 拿到 就是说 腾空了席位 和狼队其实都一样 所以来说 今场球 其实从陪口上来说 让半一我个人都觉得相当合理 所以 不会想太多 近跡比较好的李斯特成 确实是值得支持 今场球 推荐给大家 上款的李斯特成让半一 让求主对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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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